一星期一本书 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 穷人和富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有人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穷人 就算是拿到了一笔不菲的金钱 也不见得就能让自己变得更富有 看完这个回答 突然想起曾经看过的报道 一些彩票大奖获得者 疯狂买买买 几年之内就让自己濒临破产 或者已经破产 瞬间不仅感慨 花钱绝对是一门艺术 而绘画则是一种优秀的思维 怎样才算会花钱呢 许多自诩会花钱的人大都这样 换季打折抢购款式颜色早就奥特的衣服 双十一狂屯那些将要侵占四万亿平方的卫生纸 为了明年能够穿得上的划算 让熊孩子穿的都是宽松不合体的衣服 但这真的是所谓的会花钱吗 英国科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他们调查了两千位的受访者 在花钱的计划性 目标性 规划性 投资性 做了大量的分析 最后得出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结论 76.7%的受访者都不会正确地花钱 想要会花钱 日本MBA导师野口真人提出 你首先需要了解自己的花钱行为 一般而言 我们无非三种花法 消费钱包 只为了满足欲望而进行花钱的行为 比如买衣服 食物等等 投机钱包 也就是指花钱做壮大运的事情 比如像买彩票 赌博等等 投资钱包 指花钱买未来可能会赚到更多钱的机会 比如投资创业 买理财产品等等 生活当中 我们很少会意识到三者的区别 只是一直从一个钱包里支出金钱 但是为了更明确地花钱 野口真人认为 我们需要意识到消费 投机 投资之间的区别 对于投机赚钱 我们无法掌控它的风险 依靠它来赚钱 则可能会血本无归 对于消费钱包 如果过度消费 则会阻碍我们赚钱的能力 所以 真正的会花钱 是要更多的用投资钱包 适度用消费钱包 避免用投机钱包 怎样才能越花越有钱 沃伦巴菲特说过一句话 一个人一生能积累多少钱 不是取决于他能赚多少钱 而是取决于他如何投资理财 人找钱不如钱找钱 要知道让钱为你工作 而不是你为钱工作 想要多赚钱 就要投入更多的钱 用于投资 那么 怎样花钱投资呢 野口真人提出一个投资的原则 也就是 让钱越花越多的原则 只买以后会更值钱的东西 如何知道你买的东西 在未来值多少钱呢 这里有一个概念 叫现金流量 即将来产生的金钱 举个例子来说明 假设 某同学打算报名英语培训课程 正在犹豫选择哪一家 A培训课程的课程是 一对一教学 商务英语课程的学费是2万元 B校是集体学习 日常绘画课程学费是5000元 大多数人面对这样的选择时 主要考虑的是 自己的经济能力能够负担起哪个课程 但从花钱投资的角度 你则要计算出 你花出去的钱 以后能给你带来多少的回报 也就是说 这时候你就需要考虑 AB两所学校 将会为这位同学 带来怎样的现金流量 如果这位同学就职于 拥有国际业务的著名公司 通过掌握商务英语 可以预计到将来自己的职场上 会更有前途 收入也会翻倍 那么他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A校 那如果这位同学就职的公司 主要业务在国内 他学英语是为了公司内部的升职考试 中等程度的英语水平就足够应付了 那么他应该会选择 学费相对便宜的B校 简而言之 某项投资能带来多少价值 一般就基于将来产生的 现金流量的数额 对于绘画前的人来说 将更多的钱投入到将来 能带来更多现金流量的项目上 钱则会越花越多 第三 让钱越花越多 你需要注意什么 概率的错觉 记得小时候放学 和同学经过校门口的小卖铺 小卖铺经常会卖一种零食 每包0.5元 零食袋里还会有一种奖券 奖品是当时很火的动画角色的小玩偶 同学特别想要那个玩偶 于是问店铺的老板 这些奖券里大约有多少个奖品 老板回答说 大概100张奖券里有一张会中奖 虽然无法确定老板的话是否正确 但同学当年心里就盘算着 如果买100包零食 里面就会有一百张奖券 那就一定可以抽中玩偶 于是考虑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同学抱着他的小金库 花50元买了100包零食 获得了100张奖券 然而结果非常的残酷 同学最后只抱回了一堆的零食 这就是概率的错觉 中奖率50%的奖券 即使抽两张 中奖率也不会变成100% 而只有75% 我们之所以不习惯 用概率思维进行思考 很大程度上因为概率分析 与我们日常经验不符 概率思维像是一个全局的视角 把每个事件的结果 当作众多可能结果之一来对待 可是我们的生活不是这么认为 觉得结果就是结果 它不是众多可能之一 换句话说 人的大脑虽然可以推导出合理的概率 但最终还是会相信自己的直觉 落入他人的圈套 想要让钱越花越多 花钱时 你就需要更多的应用概率思维 计算更理性的概率 才能增加赚钱的机会 第二 错误判断的习惯 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前几年受到经济萧条的影响 人们用于参与赌博的花销 降了许多 但也有个别的赌博活动 几乎没有受到经济萧条的影响 那就是彩票 日本有一项研究结果显示 无论在彩票的年销售额 还是在彩票的参与人数方面 彩票都保住了日本国民博彩活动的地位 事实上 我们明明知道购买彩票并不划算 但为什么还有许多人持续不断地购买呢 行为经济学鼻祖丹尼尔卡尼曼说过一句话 人们对于较低的概率会反应过度 对于较高的概率 则会反应不足 按照这个说法 人们会高估彩票一等奖中奖 这个几乎为零的概率 同时低估彩票不中奖 这个很高的概率 这就是人们错误的判断习惯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许多人都知道 飞机事故的发生率 要远远低于机动车的事故 但是人们一旦听到飞机事故的新闻 坐飞机的人数就会大幅度的减少 这时明明知道乘坐汽车更危险 可人们却偏偏选择坐汽车 美国911事件以后 许多美国人出行时 不选择乘坐民航飞机 而选择自驾 结果相关统计显示 2001年10月至12月期间 美国全境因机动车事故死亡的人数 与前一年相比增加了1000人 这1000人就死在了更高概率的事故上 当然影响人们判断习惯的因素有许多 例如沉默成本 编辑效用递减规律等等 那想要让钱越花越多 花钱时你就需要审视自己的行为 做出更加理性的判断 比尔盖茨说过 巧妙地花一笔钱和挣到这笔钱一样困难 一个人花钱的能力 藏着他见过的智慧 省吃俭用过日子 那只能叫生存 既会花钱又会攒钱 还会挣钱的人 才是真正把日子过得好的人 非常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思考的一篇文章 我们以为赚钱难 但其实真正的会花钱更难 好了 如果想听到更多的经典文章 或者我的更多声音 欢迎关注公众号枕边经典 枕头的枕 身边的边 经典故事的经典 枕边经典 期待您的关注 也可以添加我的私人微信 wx3个6两个n 感谢您的关注 今天晚上就是这样 最后一首歌曲 拜您入眠 晚安 好吗 我曾幻想拥有一片海 我曾拥有过一些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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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拥有过一些遗憾 曾经的梦想 现在你好吗 还是早已被浪漆在天涯 在不忍回首的时候 才发现一张档 我曾拥有过一些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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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拥有过一些遗憾